具体到台湾问题上 我们想什么时间解决 就什么时间解决 想用什么方式解决 就用什么方式解决 美方虽然站了无步 但他们越来越心虚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在不断失去 对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的 真实话语权 如果我们认为 解放台湾到了必须实施的时候 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 挥师渡海登岛 一旦解放台湾战争大响 我相信大多数面 一定会致力于实现两点 一是用真正的闪电战 迅速解放台湾全岛 二是让美国组织不起来 像对俄罗斯那样的 西方对话制裁 中国可不是俄罗斯 台湾也不是乌克兰 实现这两个目标 我们都有充分的资源和优势